在房间中,几只长相特殊的小猫正在谨慎地盯着彼此,凶狠地互相拍打。 为什么这几只小猫会这么凶猛?它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几只小猫? 非常像是小猫的叫声。 大叔寻着声音找到了源头,但是出乎他想象的是,发出声音的是几只长相非常可爱,像小猫一样的动物。 它们缩在骨仓的一角低声嚎叫,一共有四只,看起来非常饥饿。 大叔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这几只小猫的妈妈出现。 因此,他决定先将这些小猫带到家中喂养。 大叔细心地照顾这几只小猫,它们总算也恢复了活力。 但是大叔却突然发现,这几只小猫有些不对劲, 因为它们长得实在太特别了,自己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样子的小猫。 因此,他开始怀疑这几只小猫会不会是其他什么野生动物, 因为意外才出现在自己的骨仓里。 纳默的大叔拨通了自然保护组织的电话, 想要寻求专家的帮助。 随后,动物专家来到了现场, 马上,专家就看出了这几只小猫的真实身份。 原来,它们并不是什么家毛, 而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动物,名叫兔孙。 这种生物主要在中亚地区七夕, 而且性情凶猛,也性很足, 不太适合留在家中喂养。 因此专家们建议大叔将兔孙放回自然中。 但是看到这几只小兔孙还是嗷嗷待哺的样子。 不忍心的大叔最终还是选择先将小兔孙留在家中喂养, 等到他们长大一些再放归野外。 由于大叔家的院子很大, 所以几只小兔孙也得以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成长。 通过大叔的精心照料, 几只小兔孙的成长非常喜人。 他们得以在健康的环境中长大, 而且也并没有像专家说的一样充满野性。 因为从小在大叔身边长大, 也不用为饮食发愁, 所以几只小兔孙变得非常亲人, 很喜欢跟着大叔在身边散步, 每天都在快乐地玩耍, 安静地等待主人下班回家陪伴他们。 很快三个月就过去了, 这个时候小兔孙们已经变得十分活泼了, 他们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互相争斗玩耍。 刚开始大叔还觉得这种行为是因为兔孙们的野性, 但是在咨询救助中心的专家后, 大叔才明白, 原来这种行为是兔孙们在互相磨练狩猎技能。 救助中心告诉大叔这只是一种正常的行为, 最好不要进行太多干预, 大叔这才放下心来让小兔孙们每天在家中打闹。 但是随着兔孙们逐渐长大, 家中已经不再适合他们生活了, 毕竟他们还是属于自然的, 因此大叔还是狠下心来将这四只兔孙放回了大自然中。 回归自然之后, 小兔孙们并没有就此离开大叔的生活, 而是依然留在大叔家附近。 很多时候, 大叔都能够在田野中看到他们。 由于自小跟人类一起长大, 所以他们对人类并没有那么警惕, 不仅会帮助大叔抓老鼠, 而且看到大叔后还会跑来清泥地讨要抚摸, 也许这才是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吧。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个故事。 一只大鼠幼崽被抛弃, 险些就要饿死了, 但是幸运地被一位好心人所收养, 恢复健康后的小袋鼠不断地拥抱和亲吻人类。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不一定要长相厮守。 就像大叔后的医院, 发生了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事情。 当那只可见受伤的流浪猫突然出现在医院时, 所有人都感到惊讶。 土耳其人以对流浪猫的热爱而闻名, 这些动物通常被喂养得非常好。 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但即便如此, 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漫游的众多猫中, 有时仍会发生意外。 位于比特、塔特万州医院挤满了忙碌的护士和医生, 他们为前来急诊室或预约的许多人提供服务。 每周所有的日子都在不停地为数百名人类提供帮助。 然而, 现在其中一些人可能还要在他们的履历中添加一个新的篇章, 就在无处不在的地方。 一只小虎般猫出现在急诊室的入口处, 穿过自动滑洞门, 走过许多正在等待治疗的人。 然而, 对所有目睹, 这只流浪猫的人来说都很明显。 这只猫需要紧急帮助。 这只可怜的动物正努力地试图行走, 因为它的一只前爪受伤得很厉害, 甚至可能骨折了。 在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 猫进入急诊室的入口区域时并没有立即得到帮助。 最终, 这只猫开始在医院的走廊里游荡。 这只可爱的动物一直试图与遇到的人保持眼神接触, 希望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 这只猫没有等待太久。 一位善良的工作人员提出为它治疗那只受伤严重的爪子, 一位男护士名叫阿布泽尔。 阿兹米尔突然看到了这只猫, 意识到它需要帮助, 毫不犹豫地确保猫得到照顾。 正如护士回忆的那样, 他看到猫蹒跚而行, 难以保持站立, 但尽管情况紧急, 猫仍然保持冷静。 阿布泽尔 阿兹米尔因此是最早注意到受伤猫的工作人员之一, 他迅速采取行动, 是一几位同事将物资和工具带入最近的治疗室, 然后与猫眼神交流, 试图说服它跟随它。 幸运的是, 阿布泽尔并不陌生于动物, 他对毛茸茸的生物有着终生的热爱, 并认为照顾不仅仅是对其他人, 还包括任何可能需要帮助的动物的一种本能。 这种同情和爱的程度肯定已经被猫感受到, 它很快就感到足够安全和舒适, 信任阿布泽尔照顾它受伤的爪子。 护士回忆说, 这只猫起初很焦虑而略显胆怯, 但一旦它意识到帮助已经到来, 就平静下来。 阿布泽尔开始轻生和这只猫交流, 就像它经常对医院里来的年轻和害怕的孩子做的那样, 这似乎进一步让猫感到安全和放心。 流浪猫放下了戒备, 放松了肌肉, 开始靠近护士, 以便进行仔细地检查。 当护士仔细检查猫时, 最终被允许触摸腿, 然后是受伤的爪子本身。 当它意识到爪子实际上是断的时候, 它感到沮丧。 当它想象到这只猫已经忍受过的痛苦时, 它感到非常难过。 阿布泽尔成功地引导这只猫爬上一张舒适的椅子, 在那里, 这只猫似乎很愿意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现在, 对于任何曾经养过猫的人来说, 这可能会令人惊讶, 但这只是表明这只猫显然正在痛苦中, 迫切地希望得到帮助。 即使这意味着听从人类的命令, 作为一名护士, 它的经验丰富且镇定的态度, 必定让猫感到安心。 阿布泽尔迅速而熟练地开始治疗这只可怜的动物, 然后处理断裂的爪子。 它首先需要清理这个区域, 因为它充满了来自一生在街头生活的污垢和碎片。 一旦区域清理完毕, 阿布泽尔就开始修复受伤的爪子, 它在没有手术的情况下尽力调整了爪子, 然后拿起家板来稳定这个区域, 然后用绷带固定。 在工作的同时, 它可以看到它花了时间确保猫感到舒适和安全。 这种关怀和同情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的时候, 所有动物和人类都应该得到的。 是人类在最好的时候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阿布泽尔完成治疗猫之前, 视频显示猫躺在那里, 放松自己, 就像在小睡一样。 而不是因为一只爪子受伤而需要治疗。 在专业人士的关切照顾下, 猫发现自己置身于能力强大的双手之中, 仿佛这只猫开始理解这个现实。 动物最初的紧张和焦虑逐渐让位于一种完全休息的感觉。 因为它辨别出技能护理者提供的真诚和真挚关怀, 最终有了一个只是放松和恢复一些非常需要的力量的时刻。 毕竟,这只流浪猫必须一直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艰难地走动, 受伤的爪子让它达到了身体的极限, 更不用说不确定性和疼痛所带来的精神焦虑了。 在阿布泽尔完成治疗受伤的爪子后, 尽其所能利用手头的工具和技能, 它对猫进行了一般检查。 在这一点上, 阿布泽尔已经与猫亲近并感到足够舒适, 以至于它允许它打开嘴巴近距离检查。 这次检查显示猫有一副强壮的牙齿, 爪子看起来也处于良好的状态。 当听它的心跳时, 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想法。 这意味着这只流浪猫除了受伤的爪子外, 其他方面都是健康的。 然而, 很明显, 这只猫的毛发明显又脏又打结, 被满虫侵扰, 呈现出一种相当令人不安的景象。 幸运的是, 护士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 通过给予一系列药物来缓解这种情况。 此外, 猫还接受了一系列注射以保障其健康, 并确保它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 阿布泽尔现在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帮助这只流浪猫恢复体力, 从其严重的伤势中康复,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只猫是否能够再次完全使用它的爪子。 但护士已经经历过这只猫有多么坚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明。 当他看到这只猫简单地走出医院, 就像他进来时一样, 他的心告诉他, 这只猫会没事的。 毕竟, 他和土耳其的其他人一样知道。 在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地区, 人们热爱猫, 许多陌生人会在外面放置猫食, 供流浪猫食用, 总体上非常保护和关爱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 过了一段时间, 绷带和家板可能会因为天气和环境, 或者猫自己的啃咬而脱落。 但阿布泽尔相信, 当那个时候到来时, 猫的爪子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愈合, 爪子应该会康复得很好, 准备好重新出发。 然而, 阿布泽尔并没有一下子告别这段新行程的友谊, 几天后, 同一只猫踏入急诊室, 再次找到了那位善良的护士, 让阿布泽尔的可爱小猫变成了丑陋的无毛猫。 他们让他帮助解决后院的孽齿动物问题, 但他没有抓到任何东西, 他们感到非常失望, 并决定他们不再想要这只猫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 为什么要为一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呢? 为了把猫处理掉更容易, 更便宜, 所以他们决定开车到几个街区外的垃圾箱, 把他扔在那里, 一家人稍后要去工作和上学, 而他们十几岁的儿子不能, 他不相信他的父母在做什么, 他试图阻止他们把小猫扔掉, 但他们只是说这只猫很丑, 他们不想要它, 这只可怜的小猫是怎么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的, 为什么他的处境如此糟糕? 就在几个月前, 一家人决定收养一只猫, 他们住在田地对面, 家里经常有镊齿动物问题, 买只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有希望活下来吗? 他们十几岁的儿子约翰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要养一只动物, 他一生都梦想着养一只宠物, 但答案总是一样的, 他的父母觉得没有必要在家里养一只动物, 感觉就像把钱花在至少在他们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上, 是一种浪费, 但现在他已经说服了他们, 养一只猫是个好主意, 他迫不及待的希望, 当地的收容所正在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个家, 附近的一个城镇发生了洪水, 很多动物突然没有了家, 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动物需要照顾, 他们无法给予每个人应有的关注, 他们手头上有很多事情, 他们的一个新居民是一只怀孕的猫, 他一直和一位崇拜他的老妇人住在一起, 但那位女士的房子在洪水中被毁了, 他受了一些伤, 他的孩子们把他带去和他们住在一起, 但他们不想让猫也来, 所以他们把他送到了收容所, 但到达收容所后不久, 他生了三只小猫, 其中包括一只橙色的小猫, 他们把他们都养在一起, 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寄养, 可以收留他们的家庭, 必须一直待在收容所, 直到小猫长大到可以被收养为止, 猫妈妈和他的小猫终于有机会得到爱和全心全意的关注, 收容所的每个人都感到兴奋, 就在那时, 约翰和他的家人来到收容所寻找他们的猫, 约翰很快就爱上了这只橙色的小毛球, 他迫不及待地想把他的小猫带回家, 约翰称这只猫为老虎, 他很喜欢它, 但事情很快就开始发生变化, 当他问他的父母接下来是否要买猫用品时, 他感到震惊, 当他们说不识, 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给猫买自己的食物, 他们会为他一些餐桌残渣, 他们还认为他们不想给他太多的食物, 这样他就被迫捕捉老鼠来养活自己, 如果他们看到乔恩给他为他们认为太多的东西, 他们会惩罚他, 约翰很害怕, 他想象他的父母会开始爱这只猫, 并欢迎他加入家庭, 但这根本不是发生的事情, 他们不想给猫玩具, 但当他抓伤或咀嚼任何东西时,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生气, 他们希望约翰把他锁起来, 在他的房间里, 直到在房子里看到一只老鼠, 然后他们想让老虎抓住镊齿动物, 但可怜的小猫和他妈妈一起在围栏里, 度过了他的时间, 他没有被教导很多狩猎技巧, 而且他速度不够快, 老鼠逃走了, 乔恩的父母一点也不高兴, 他们觉得这就是得到这只猫的全部目的, 但他甚至无法做到这一点, 然后他开始掉毛, 他们收养的可爱的小猫很快就从那里消失了, 一只健康快乐的猫变成了一只瘦弱, 害怕没有任何绒毛的小猫, 约翰的父母感到厌恶, 他们不希望人们来到他们家, 看到他们的小猫所处的可怕状况, 他们做出了一个令人作呕的选择, 这会让约翰心碎, 想要摆脱小猫, 乔恩恳求他们把猫送到收容所, 但他们不想一路开车去收容所, 而是决定摆脱猫的最佳地点是垃圾箱, 他们在去学校的路上开车经过, 无论约翰如何试图与他们讲道理, 他们都没有听, 他们告诉他那是一只丑陋的小猫, 然后他的父亲下了车, 走到垃圾箱旁, 他很小心, 不想引起他们的注意, 也不想看到自己在做什么, 在他把猫扔进垃圾箱后, 他们开走了,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然后他们把乔恩送到了学校, 可怜的男孩心烦意乱,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不想让他们的父母陷入麻烦, 他甚至不确定 其他人是否会对他们的行为有疑问, 他最喜欢的老师是马吉, 他很年轻, 大多数学生都认为他是朋友, 他们经常向他倾诉, 他是那种会不遗余力地真正帮助他的学生的老师, 一旦乔恩移到课堂, 他就发现事情很不对劲, 他让他留下来一会儿并询问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告诉他真相, 但想到这只小猫独自死在垃圾箱里, 他在努力寻找词语来解释他向他展示的发生的事情后, 迫使他采取行动, 马吉第一次得到小猫时的照片, 现在他正在分享他的悲伤和担心这只猫, 马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作为一个主要的动物爱好者, 他很震惊, 约翰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他总是显得有点孤独, 所以当他听说他要养宠物了, 马吉为他感到非常兴奋, 他的父母这样做让他很伤心, 更重要的是, 他真的很担心那只小猫独自在某个地方, 他必须做点什么, 他要求约翰告诉他在哪里的详细信息, 为了找到那只猫, 他今天剩下的时间没有再上任何课, 他决定至少他能做的就是去看看他是否能找到那只小猫, 他在那里一直在和自己争论, 如果这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恶作剧怎么办, 让他去垃圾箱潜水, 约翰看起来从来都不是那种会搞残酷恶作剧的男孩, 但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可能会试图融入其他孩子, 或者只是猛烈抨击, 但最后他觉得他不能冒险不去, 如果他不去营救猫宝宝, 他就无法忍受自己, 所以当他到达那里时, 他尽可能地走上前去, 试图看看里面的情况, 垃圾箱里有一个木盒子, 他把它拿出来, 用它作为台阶, 起初他以为这一切都没用, 垃圾箱里没有动静, 要么他来得太晚了, 要么别人已经救了小猫了,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 他看到了最微小的动作, 两只眼睛从一些袋子下面向外张望, 到达小猫并不容易, 但最终他抓住了它, 把它拉了出来, 几乎看不出是一只小猫, 它几乎没有毛发, 它的皮肤非常片状, 它的骨头可以透过它的皮肤看到, 它几秒钟前一直在看着它, 但现在它的眼睛又闭上了, 它一动不动, 它的胸部几乎没有移动, 难怪它无法自己出去, 它太虚弱了, 无法跳跃或移动, 很多昆虫在它身上爬来爬去, 它把它们擦掉, 然后它把手指放在它的胸口上, 感到有点颤抖, 它还活着, 因为它还活着, 它尽快把它送到最近的兽医诊所, 直到晚上, 小猫才得以幸存, 乔恩告诉马吉发生了什么事, 救了它的命, 小猫严重营养不良, 这可能就是它现在失去所有毛发的原因, 也完全脱水了, 它的身体如此虚弱, 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战斗, 马吉不断地对小猫们轻声要求它尝试, 当它熬过那一夜时, 它们感到一丝希望, 也许它能成功, 这只小猫必须喂软食, 并最终学会如何再次吃固体食物, 就像它的身体已经习惯了不吃东西一样, 一次给它太多会让它生病,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兽医团队准备迎接挑战, 它当时没有任何宠物, 它计划很快收养一只动物, 所以它刚刚接受了它已经这样做的事实, 这样第二天在学校的垃圾箱里, 它就可以告诉一个非常悲伤的小男孩一些好消息, 当它告诉约翰它找到了老虎, 并且它还活着时, 约翰几乎哭了, 它更高兴它会自己养老虎, 它只是想要对猫最好的东西, 以后它甚至会带走老虎, 约翰去学校, 这样约翰就能再次见到它, 但首先它必须痊愈, 他们给它穿上运动衫, 让它的身体保持温暖, 但在它吃饱喝足并休息之后, 马吉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惊喜, 因为它轻轻地抓着它的小身体, 它突然感觉到它皮肤上的毛发很少, 不久之后它就被橙色的皮毛覆盖了, 它超级蓬松, 超级可爱, 马吉记得家人是如何把它扔掉的, 并称它丑陋, 这只猫什么都不是, 但它很漂亮, 超级有爱, 它最喜欢的就是拥抱全人类, 它的许多朋友经常说, 它的行为更像是一只狗, 而不是一只猫, 它深情, 喜欢玩耍, 它爱马吉胜过一切, 马吉和老虎形影不离, 有时它甚至把老虎带来了, 它和它一起上学, 它爱人们, 这给了约翰一个机会赶上它, 它们仍然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男孩看到猫快乐, 看起来棒极了, 感到非常高兴, 但有一个地方它似乎不喜欢, 马吉不认为它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猫, 它是一个可爱的傻瓜, 但有时它会做一些让它挠头的事情, 例如有一次它钻进篮子里睡觉, 但后来它就被困在那里, 它无法逃脱, 马吉必须帮助它, 它会追逐自己的影子, 跳到自己的尾巴上, 它可能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猫, 但它非常有趣地看到, 马吉刚刚决定它是一只典型的橙色猫, 比大脑更甜蜜, 这就是它的想法, 但很快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让它相信它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马吉整个星期都感觉不舒服, 但考试很快就要开始了, 它需要确保它的学生做好准备,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它回答和完成, 它想与所有人一起修改, 这意味着它无法忍受不好, 并变得更好, 因为它可能应该这样做, 老虎从未见过它生病, 它非常黏人, 很担心, 到了周末, 马吉已经被严重消灭了, 它的流感已经变成了肺炎, 它病得很重, 医生给了它大量的药物, 并严格指示它要卧床休息, 这就是它整个周末都待在床上的地方, 它的橙色绒毛球依偎在它身边, 它开始感觉好多了, 它搬到客厅的沙发上看一些电影, 唯一的副作用是药物和它的疾病, 让它昏倒了, 它睡了很多觉, 比平常更深, 这几乎让它付出了代价, 它在沙发上睡着了, 电视还开着, 你不会相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它一直做噩梦, 但它就是无法从梦中醒来, 它可以知道它又发烧了, 但它无法睁开眼睛, 它感到很热, 它还一直被一些令人恼火的东西困扰, 它不知道这是它头发上的虫子,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但它太累了, 只是想睡觉, 老虎拼命地想叫醒它的人类妈妈, 它做了它能想到的一切, 它不断地拍打它的脸, 但它只是挥手示意, 它跳到它身上并试图舔它, 但它只是一直咕弄着不出于想法, 它抓住了它的手, 咬了它的手指, 这引起了它的注意, 咬得很厉害, 这把马脊惊醒了, 它迷失了方向, 震惊的是, 老虎从来没有咬过它,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它坐了起来, 仍然试图得到答案, 它的感官恢复正常, 猫不断地抓它, 已引起它的注意, 就在那时, 它意识到它不仅仅是因为生病, 而呼吸急促和发热, 还有一些非常不对劲的事情, 一只老虎试图告诉它一些, 它站起来想要告诉它的事情, 走到它的房间, 但火焰阻止了它, 它的房子着火了, 老虎试图拯救它的生命, 它可以从窗户逃出去, 但它不会让它留在那里睡觉, 它抓起猫和手机, 朝外面走去, 消防队员很快就赶到了它的邻居, 发生了一场电气火灾, 或是蔓延到了它的房子, 如果老虎没有叫醒它, 它可能会在任何人进屋帮助它之前, 就死于烟雾中, 而在真正重要的时候, 它足够聪明, 知道该怎么做, 它是否足够爱它, 想知道如何帮助它, 它很幸运, 或没有蔓延太远, 烟雾损坏了很多, 但结构很安全, 它没有失去整个房子, 但它确实失去了很多的财物, 但没关系, 马吉和老虎都很安全, 它可以及时更换它的财物, 它的屋顶确实受到了一些严重损坏, 而保险并没有涵盖全部内容, 马吉不确定它要做什么, 接下来, 它一直关注积极的一面, 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令人暖心的事情, 马吉离开学校几天了, 它的许多学生听到了发生的事情, 它们想帮助它们爱马吉, 而且由于老虎经常来学校, 它们也爱它, 它们非常感激它, 救了它们最喜欢的老师, 它们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它们重新站起来, 所以学生们安排了一个洗车厂, 在那里, 它们洗车为马吉筹集资金, 许多家长也只自掏腰包捐款, 火灾发生几天后, 约翰和其他一些学生来到马吉的家, 它们为它带来了物资, 为橙色英雄带来了新玩具, 它们还给它带来了足够的钱, 来修复它的屋顶和房子的其他损坏, 它甚至马上就能剩下足够的钱, 来开始更换它在火灾中丢失的一些东西,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马吉已经习惯了为别人做事, 它没想到它们会如此关心帮助它, 感谢它的猫对它的爱, 它拯救了它, 但现在爱也帮助它重建了生活, 那是一只非常强大的老虎, 即使在它结婚生子之后, 马吉仍然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它总是被当作英雄对待, 至于约翰, 它尽快搬出了父母的房子, 最终有了很多自己的动物可以爱护和照顾, 它只是确保它永远不会像它父母那样对待它们, 但最好的部分是它的, 我自己的女儿最终也进入了马吉的班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